原來它的珍珠鬆餅除了外面有裝飾之外 裡面也還有 而且 很香很軟 但我還沒吃到珍珠 喔這裡有一顆 喔不要這樣喔 直感 抱歉抱歉抱歉 好 哈囉大家好我是Reby 我們剛剛前一個行程呢 是逛完了Expro在桃園 就是新開的那家水族館 還沒看影片的話這邊 資訊卡 趕快去看一下 然後想說時間也還早 然後才想了一下說 看看附近有沒有不錯的一個咖啡廳 再可以坐著休息一下喝個茶 喘口氣 後來就看到的是Google上面 有一個評價蠻高 122則留言 那評價的星星好像4點多顆吧 對我來說我會覺得 唉唷 蠻高的一個星星數喔 這家咖啡廳 就覺得也在存物館附近 那我們吃完喝完之後 其實要大家高鐵回去台北也比較快啦 結果走著走著呢 我們就現在是一望過去 欸對應該是斜前方那一棟 很大洞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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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對對對對 我們想說就邊走過去 算輕鬆的一個小行程啦 但是真的很熱 很熱 真的很熱 很熱 真的很熱 真的很熱 哪一口語言 大家學起來喔 大家學起來喔 在意啦 我們要找一下 因為大家都覺得他的蛋糕也好 鹹食也好 咖啡 都是還不錯的評價啦 算是好口碑的一個咖啡廳 我們就來試試看 不然平常也沒有時間會到桃園這麼遠的地方啦 好嗎 天我們沒有在出國的 累 我們已經在賴在家咖啡了 他這一棟蠻妙的地方在於 他的一樓是咖啡廳 二樓是推拿中心 三樓是鋼琴出租地 就是一個出租空間 然後他上面有稍微介紹一下 他說老闆以前是一個中醫師 然後好像也有接觸過鋼琴 所以他這一整棟真的不要懷疑 就是這一整棟都是 可能是老闆相關的行業都在這邊 可以一次完成 一條龍 厲害 複合式的 對 複合式的 你鋼琴彈完很累 先去推推推推 餓了之後再下來吃個點心 喝個咖啡 回去播放 對吧 而且環境還滿不錯的 雖然他周遭是 有點像工業區 你會覺得有 對 旁邊有田 然後還有那種大卡車會開進來 你會原本想說 好像來錯地方 但其實沒有 你轉個彎進來之後 就可以看到 很大的一個 寫著Light Cafe 然後裡面的環境的話 也都是滿漂亮的 等等也會在下 周遭黃金給大家看看啦 算是滿輕優 而且價格也還算 經濟實惠 並不會覺得說是一個 很大壓力的費用啦 在下午茶部分 小助手點的冰滴咖啡來了 哈囉 因為我是不喝咖啡的人 所以我剛剛看到 這一罐跟杯子來的時候 我有點驚訝 這是怎麼咖啡會長這樣 所以我也不懂 反正就是冰滴咖啡 滿特別的 我自己覺得滿酷的一件事 小助手 小助手除了點冰滴咖啡之外 他的下午茶 是香草珍珠鬆餅 看起來很香 剛剛他在做鬆餅的過程當中 就一直飄散出來那個 淡奶香味出來 所以甜甜的味道 很少女 剛剛分裝出來的 他很貼心的事情是 四個小塊的鬆餅 配四球的冰淇淋 等於說你一塊都可以吃到 一整球的香草冰淇淋 先吃吃看單獨的香草 是很濃郁的味道 我發現一定是這個 嗯 他鬆餅裡面有珍珠的 你剛剛看到嗎 喔真的喔 還可以這樣 喔真的耶 喔 原來他的珍珠鬆餅 除了外面有裝飾之外 裡面也還有 而且 很香很軟 但我還沒吃到珍珠 喔這裡有一顆 不要這樣 只感 只感 抱歉 抱歉 然後配一口冰淇淋 嗯 嗯 讚耶 而且 就是你會不知道 你老家那一口 到底有沒有珍珠 是你吃到口中之後 會有那種Q彈感 你就知道 哎呦中了 有珍珠 而且他珍珠不會死甜 他的甜都來自於 鬆餅本身的麵糊的甜 他珍珠是不帶太多甜味的那種珍珠 所以不會 兩個尬在一起太死甜 然後你單獨的 鬆餅吃下去是 風味已經夠了 但再大一個箱口冰淇淋 他就是 特別的絕 特別的牛 好吃 現在的話 我的飲料也來了 我點的是 柴燒黑糖奶茶 它有稍微標示說 是無咖啡因的 所以如果你是對咖啡因過敏 或者是不能攝取太多咖啡因的話 柴燒黑糖奶茶還蠻推薦給大家的 那它上面那一層就是有灑黑糖粉 那裡面在茶的部分的話 也有跟黑糖下去一起煮 就是一起是融合在裡面的 那我先喝一口 喔 是 跟我想像的味道不一樣 它的茶味很重 然後它下半部的奶 是很香醇的那種牛奶 然後黑糖味的話 反倒是提香的 所以 原本以為 它的黑糖會不會喝下去 會非常非常之甜 但其實不會 它喝起來就是一個 比較清爽的奶茶 因為有時候我們在外面喝奶茶的話 那可能是奶味太重啊 糖太多啊 或者是茶味不夠 但其實它的這一杯都不會有這個問題 所以是 還蠻值得喝的 而且它還是菜單上面是特別標注 是在 賴在家咖啡裡面是推薦的奶茶 所以特別喝喝看還真的是不錯喔 這個是我點的經典巧克力蛋糕 價位還蠻便宜的 一片這樣是90元 然後就以咖啡廳下午茶來說的話 算是 嗯 一般價格 沒有特別便宜 也沒有特別貴 就是是可以接受範圍的 巧克力蛋糕的價位 好 試試看 喔 擦下去的感受是 很蓬鬆很鬆軟的 它算是出乎我意料的好吃 嗯 因為它原本 我差看下來 所有話會覺得 有點偏向 工廠出的那種蛋糕 大家應該有吃過什麼 嗯 那種吃到飽的 骨鍋店或燒烤店 有送的蛋糕 大致上就是 一開始長得像那一種 我原本一言以為是那個口感 但吃下去之後 它上面那一層的巧克力 是很香濃的 然後中間的巧克力的 蛋糕本體是 是蓬鬆鬆軟的 然後巧克力味 不會蓋過上面的 所以它的甜 其實是來自於 上面這一層 跟巧克力奶油 它本身的蛋糕本體是 沒有那麼重的一個甜味 還不錯 我覺得是 是好吃的 是好吃的 沒有在騙喔 是好吃的 是蠻值得 可以喝個咖啡 喝個奶茶 然後配一個 比較甜一點的巧克力蛋糕 我覺得是一個很完美的下午茶 都已經享用完下午茶了 我覺得賴賴沙咖啡的話 真的沒有 符合 Google上面的評價 就是四點多顆星 唯一的小缺點應該就是 在交通這件事情 但是因為有高鐵的情況下 再搭個計程車或是走路的話 其實都可以到啦 但是如果你已經逛的是 什麼水族館一整天啊 或者是熬了一整天再過來 你可能會覺得 哎呀 怎麼會這麼遠 但是其實花一點小時間 走點路都可以享用到 很棒的咖啡跟小點心了 那這家店的地址的話 會在這邊 地址 再請點擊師網上上去 非常感謝大家收看到這邊了 我是Ruby 要記得大家要訂閱 喜歡可以按喜歡 記得可以分享 那我們下次影片再見 大家掰掰 記得按讚 ...